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恋爱你的权力都没有 江熙 你真的疯了 你真的疯了 你听好了 我警告你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个人游戏 结束 我不要结束 结束了 魏敏 你别想这么快就甩掉我 你想都别想 我不同意 我警告你 如果你还想在方舟继续混下去的话 我们大家桥归桥 路归路 大道通天各走一边 不要再出现在我老婆面前 你说我该说的话 江熙 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从这行业彻底滚蛋 不是 魏总啊 你这大晚上呢还找下属谈心呢 你说常在河边走 不得不失血 这坏事做多了 早报应了吗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不是 魏总 你这个人就是太虚伪 你说你玩女人就玩女人呗 你非得跟人谈什么感情 是啊 我明白 这女人动着真情才更好控制 你再大点说 可人家现在就为爱疯狂了 你说你这算不算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啊 有证据吗 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吗 我可以告您诽谤的 我跟江熙就是上下棋关系 全公司人都知道 我有老婆 有孩子 你泼脏水 别找个对的地方泼 你这意思是和江熙闹呆了 魏总 在大好前程面前 一个小串算个拼啊 不就是一女人吗 等你坐稳了VP的位置 还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 现在啊 不管阿文走到哪里 身上都会带着一条小手绢 隔壁的阿姨 也就不再多话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我就给小朋友聊生觉了 妈妈 你这张是 每次爸爸公司团建 他就不是平时的爸爸 吃饭的时候 他会一直抱着我 坐在他的腿上 还要不停地和我自拍 烦都烦死了 今天是妈妈不对 妈妈应该站在你这边 不应该默许爸爸 去强迫你穿自己不喜欢的衣服 好 去叫啦 是一个香香的叫 躺下吧 还没睡呢 我光睡了吧 去哪儿了 我出去了一下 解决点事情 解决你跟姜喜的事情 老婆 你说我们两个之前 是有点暧昧 我刚才就是跟她说清楚 以后除了工作 不再有任何关系 对不起 上次艺术展 我骗了你 我不应该跟你说 我和她是不熟的朋友 不过请你相信我 我们两个这次是真的断了 你的话我还能相信吗 我看 我还是直接问问另外一个当事人 你不是要给果果买教育基金吗 别说没买成 我把那五十万转给你 这么大方 为了果果 一切都是值得的 说 goodness 就给你了吧 你也不选择呢 你可想有什么呀 你也换个人 啊 你怎么会跟没有 然后你然后你再要 你跑一路 林峻 你再点了 你赶紧什么 我听说 你的签单还有升职 都被魏银搞黄了吧 你就当是从他那里 拿回本来就属于你的东西吧 我知道 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 你的笑话是挺好看的 但是不值十万 再说了 咱们俩之间 谁更可笑还不好说呢 我跟你说我这次来 我就不是为了钱 那你要的东西要到了吗 刚才 卫银跟我半真半假地 坦白了你们俩的关系 但是我在他的眼睛里 看不到半点愧疚 可能在他看来啊 他就是犯了一个 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 对 错误 原来我就只是个错误 我劝您脑子清醒一点 别跟自己过不去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是我跟女儿 未来生活的保障 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它可以帮你解决 很多现实的麻烦不是吗 其实我挺好奇的 魏明到底哪里好啊 值得你为他 委屈休闲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 肯定过我的价值 他像一束光一样 出现在我迷茫的世界当中 他给过我希望 别的男人都希望我听话 懂事 毫无攻击力 可是他不一样 他鼓励我 追求自己的事业 甚至主动帮我创造机会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家系 没有 你懂吗 我不懂 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想 你就没有想过 他只是想最大程度地 利用你而已 他拿感情作为筹码 把你们绑在一起 好的时候 你可以为他冲锋陷阵 不好的时候 你就是那只替罪羊啊 我不在乎 至少他把我当做一个女人 也把我当做一个人来看待 你根本就不懂 一个一出生就被冷漠 被忽视 无论你怎么努力 都得不到认可 得不到尊重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利用不等于尊重 更不是认可 一个人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 你首先要自尊自爱 你一个从小出生 在蜜罐里的人 我的感受 你又怎么能懂 我还是那句话 你脑子清醒一点 别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 未明只爱他自己 现在一生你会后悔的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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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饭了吗 饿死了 怎么少了你吃的 给你们买的水果记得吃啊 别放着放着就放坏了 以后别买东西来了 想吃我们自己会买的 顾许啊 双双来了 你来了 还不是你爸 非要跟顾许下棋 这不刚下了两盘 就说累了 自己先去休息了 把人家撇在这儿 什么味儿啊 妈 你锅里做什么呢 我的鱼 你会下棋吗 会啊 怎么称呼您 我叫小苹果 我叫顾许 荣幸 你好 要不下一盘 等你啦 你还会玩别的吗 叔叔 你是不是认识妈妈很久了 是啊 你怎么知道 外公家里有你的照片 你和妈妈小时候的 外公说 你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叔叔 叔叔 妈妈非常好 妈妈之前 是什么样的呀 以前的凌双啊 固执又倔强 考试永远全班第一 体育 文艺 样样都行 你妈妈 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比叔叔还优秀吗 二高的学期氛围怎么样 我感觉比之前的 学期氛围更能一心 你在之前学校的成绩啊 我看过 非常优秀 主任好 不过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咱们二高是省重点 你要在这样的学校的 谢谢 主任好 不好意思 同学 你们把费计划给我吧 谢了 这是凌双 年纪第一 你们以后不仅是同学 更是军中对手 你妈妈比我优秀很多很多 我在很久很久之前啊 她就一直是我想要超越的目标 果果 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螃蟹 吃饭 吃大螃蟹了 洗手啊 走 吃饭 小片果子来手吧 她心也大 你不用说那些违心的话 多得开心的 你为什么觉得 我说的是违心的话呢 从认识你一开始 我就把你当作 自己唯一的目标 以前的凌双 的确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是你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天分 曾经的我不管付出几倍的努力 都永远无法超越你 可惜啊 自从你感情勇士放弃了事业 那个优秀的女双就消失了 你睡袍 就让你醒来 姐 回来了 这时间 刚刚好呀 来 看看 一清二白 一把上海清 两个水分淡 先把火关了 先把火关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先去做吧 我一会儿给你端过来 这都是你做的 那还能有谁呢 这一喷还挺沉的 你还把屋子给搭擦了 走 小孩 你是不是钱花光了呀 我有钱 你前两天给我那两千 我还没花完呢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我这儿 打什么主意呢 其实也没别的吧 就是我那天想了一下 你说咱家 如果万一来个客人啥的 推开门一进来 臭袜子啥的 飞得满天都是 那丢了眼了 客人 咱们家什么时候来的客人 这 你不是有朋友呢 我的朋友 先尝尝 一会儿就驼了啊 味道正着好 我老婆现在电话 电话不接 人人找不到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把这儿藏哪儿了 你把人给我交出来 王女士已经起诉离婚了 等到法院开庭那天 你自然会看到她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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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你松手 你把人给我交出来 你把话说清楚 你把手收开来 你把人给我收 你把手收开来 你把手收开来 你干什么 你放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那个建议先生 抓住我出轨不放 迟迟不跟我签离婚协议 转头就把我告法院了 不都是你出的主意吗 你们不就是想为了我的钱吗 你既然都不在乎 你老婆的感情了 那他跟你谈钱有问题吗 你们婚后的每一分钱 都有你老婆的一半 他不是管你要钱 他是拿回本来 就属于自己的钱 不是 你谁呀 我跟我老婆的事 你管得着吗 朱先生 你和王女士的财产分割 会由法院来裁定 你在这儿大喊大叫 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如果你要 再这样继续纠缠下去 我就报警了 报警 我怕你们啊 行 你们等着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啊 我去吧 林双 你的事考虑怎么样了 可以理解 刚才你也看到了 有些人为了利益 事情做得有多么难看 的确 和破府沉舟相比 得过且过是一条更容易走的路 没有 我没想得过且过 为明已经吐出了一部分财产 工作上的事 我也还在努力 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 当然 刚才的事谢谢你啊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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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早公司的气氛不太对呀 怎么了 没看热死我 放开啊 偷大楼子了 看看 这事都炸了 这么大的事 你居然敢擅自做主 你还有没有脑子了 说话呀 不是 林总 我这次的行为 初心是为了咱公司啊 你居然还敢说是为了公司 混凯 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 公司缺你那百分之二十的公关费 你这件事你现在被捅出去了 你知道公司花在危机公关上的钱 比你省那些公关费要多得多 我知道你急于表现 可是你不能为了个人的KPI 这是公司的利益不顾吧 听见了吗 魏明说得没错 现在不管你说什么 都无法按照公司的损失 不是 林总 这次错肯定在我 但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能讲 还给你机会 事情既然出了 总要有人来负责吧 难道不是你是我吗 我跟你说啊 马上停一下手头所有工作走 让你下面人直接效果回报 至于你怎么处理 等监察部 调查一下再说吧 林总 查破好了 好 魏明 这事是不是你能向媒体说的 把手放开 我放 你 我 吓死手了你 冷静点 我都不明白你说什么 你装什么装 现在是VP那竞争的关键时刻 你把我拉下马 最大的受益人不就你魏明吗 你搞清楚一点 做错事情 泄露用户数据的人是你 怨不了别人 冯凯送你一句话 自作孽 不可活 行 你给我等着啊 我肯定能找出来 你爆料媒体的证据 到时候上面人知道 你为了打压对手 来牺牲方舟的利益 你特别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 你赶紧去吧 去啊 今天这教练真的有情况不敢 改天业力气 谢谢啊 拜拜 快上课了 马上去 你就别在这儿犹犹豫豫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在竞争VP的关键档口 爆出冯凯的黑料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到底想说什么 这个爆料人 他除了向媒体曝光冯凯 和公关公司的交易录音 还公开了冯凯拷贝用户数据的 后台交易记录 在方舟 有这个权限的人屈指可数吧 魏明就是其中之一 这件事情一定是魏明在讨鬼 江西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 找到魏明向媒体爆料的证据 我知道 这次合作和以往不一样 你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但是只要我 抓住了魏明的这个把柄 我就有信心 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到时候我们俩的约定 仍然有效 我拿到的每一笔钱 都有你百分之二十的提倡 更何况 我离开魏明 不也是你想看到的吗 我是想让你们两个离婚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后果 一旦找到了证据 爆料魏明 就是出卖公司利益的爆料者 他的事业 他的前途全都毁了 他毕竟是小苹果的爸爸 你需要这么狠心 我要证据 不是为了爆料 而是要作为离婚的筹码 同样的 这也可以成为 你保障自身利益的底牌啊 你说 你需要我怎么做 首先你要通过魏明的账号 登陆公司后台 他设置密码有一个习惯 通常是他的名字缩写 然后加上某一个对他来说有意义的认识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呀 别着急你再多试几次 我已经试了你和他的结婚纪念日 还有小苹果的生日 到底要试几次才能成功啊 你以为这买载票呢 你试一下0927 成功了 这是魏明当上方舟产品总监 走上人生巅峰的日子 我们都高估了在他心里的分量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先打开日志 那里面应该有魏明这段时间的 查看记录和截图记录 你找一下有没有跟冯凯 或者用户相关的信息 找到了 他们截图果然和爆料者一致 原来他就是那个爆料者 你赶紧把这个截图记录下载下来 然后尽快推出系统 好的 好 现在有个方案什么时候能整理好 大家跟着你来来回回 讨论这么久了 什么时候能够结论 魏总还等着汇报呢 行了 我知道了 我下班之前一定给你 你最好说到做到 要是耽误我们的进度 我一定会如实告诉魏总的 好的 来吧 妈妈 今天教练又夸我进步了 妈妈看到了 果果真棒 杨杨 拜拜 祝福再见 拜拜 拜拜 喂 喂 你好 请问是林霜吗 我是啊 哪位 我是磐石的朱晓晴 打电话是通知你 你已经通过了 潘氏研究院助理的出试 请于今天下午五点前 来公司进行复试 我刚才碰巧的人 师傅看到了份简历 是你江南的校友 跟你好像还是同一件 快点 自然是无计出问题了 赶紧的 怎么办这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客户举办购物节 由于下单人数过多 导致了服务器崩溃 他们已经通宵了好几晚了 还在寻求冲突 我跟你说 我来试试 所有方法你们都试过了吗 对 其实核心是预热的问题 简单来说 就像冬天我们开车 要预热一样 我们光顾着开车就跑了 没有充分考虑到预热 你们一会儿看一下 监控系统的数据 当到了一个大流量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 是一波一波送过来的 没有预热的时候 就要从其他地方调资源 导致系统搁不上 我调整资源 做了预热缓存 估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不愧是顾总 上次你走以后啊 我看到你马下的资料 虽然你不是应接毕业生 但是你非常有意愿和潜力 很符合我们盘石不拘一格 对人才的筛选 于是我就把你的简历 给了我们领导 也叫人事部的总监 这才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谢谢你 你帮了我一个忙 我也帮你一个忙 就算是报恩吧 对了 这次面试 新上任的总裁也在 也好好表现 走 我也是在那边 走 林双是吧 坐吧 好的 不要紧张啊 不要紧张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盘石的总裁顾总 另外一位是总助舒曼 我是负责人力的何飞 我们就简单聊一聊 真实地说一说 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 好的 我看到你的简历里写着 你曾经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 选择放弃事业 成为全职主妇 那现在我能问问你 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决定重返职场 我是为了我女儿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有一个女儿叫小苹果 她非常喜欢打冰球 也很有天赋 可即便是这样 每当有人听说她的理想 是成为一名冰球运动员的时候 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 我女儿也经常问我 她说妈妈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打冰球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 只有男孩子才能做 这个问题她问了我很多次 我也回答了很多次 但我想 还是没能得到她满意的答案吧 我知道 以我的年纪 这么多年的行业空白期 想重返职场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你刚才问我 为什么这么做 当年我选择回归家庭 陪伴女儿成长 这件事情我不后悔 但是现在我想要做回那个曾经的自己 因为我想要给女儿做一个表率 让她知道女性也可以不受束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我希望我女儿现在的疑惑 可以从她妈妈身上找到答案 我觉得虽然您双的工作经验有一些欠缺 我们招的就是助力 工作经验啊可以慢慢地去累积 你 曙曼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郭总 那您的意思是 你认为深度学习算法比机器学习算法好在哪个地方 有人说深度学习是黑合 在暗箱里操作 可解释性不大 你怎么看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进一步研究深度学习这个技术 但是这也是我想竞聘研究院助理这个岗位的原因 因为在磐石我可以接触到最前眼的科技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 争分夺秒地更新自己的技术 算法行业日新月异 四年的职业空白 不是说添付就能填补得了的 抱歉了 像你这种轻易地就放弃事业和理想的人 不适合我们磐石 下一步 还有啊 我最讨厌的就是 那些拥有好的家庭 好的天分 好的机会 却不知道好好珍惜的人 而你就是这种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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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妈妈 今天我回家我做馒头了 你看这是我做的小兔子馒头 果果真棒 妈妈你是不是哭了 妈妈没哭 刚才有一个小沙子进到妈妈眼睛里了 那果果把你踹一踹吧 果果踹一踹的眼睛就不疼啊 妈妈你的眼睛还疼吗 真的不疼了 果果真棒 果果在妈妈就不疼 那果果要永远和妈妈在一起 果果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好了 果果吃饭了啊 来 跟妈妈拜拜 拜拜 果果 妈妈拜拜 来 亲妈妈去 带上证据 今晚老地方 不见不散 好 喂 小张 魏总 麻烦你一下 我想问一下 最近IT部门有没有清理过后台日志 就是搜索记录啊 截图记录这些 没有啊 怎么了 魏总 哪儿不对吗 要不我帮您查查 那麻烦你 帮我查一个IP地址行吗 好的 好 上车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前面停车 我要下去 我到了 等你 我到了 寻哈 我到我这儿去哪儿去哪儿了 我们这儿都凭着 就是个地方 去哪儿去哪儿呢 就是我那儿去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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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我呀 从离开你房间那一刻起 我就后悔了 我心里明明不是那么小 我不知道为什么 话一到嘴边 就变味了 我不是什么好人 从和你在一起的第一天起 我就注定对不起所有人 可就算这样 我也不想放手 生日快乐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和我说过 你妈妈 为了让你提前出来工作养家 把你的出生日期 改走了半年 所以今天才是你真正的生日 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没有忘记 绝望是因为你才能不要 你也倚're quick 你是不是 或者你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少官 哎 干吗呢 我 我马上就来 快点 好 好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心 您所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是里面戏 您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敬阏目 您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